而且它其实真的超简单的 就像你平常早上起床束头发一样 就可以很轻松的 拯救你像稻草一样的发味 好啦 很简单的内腕的造型 它用完之后 就是你不会觉得头发有毛躁的感觉 就是里面有里面的副离子 保护了头发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 最简单最简易的整理头发的方式 这是我们一场最常用的造型书 这一支造型书呢 它其实可以达到像 离子夹一样 把你头发夹出的那种发顺度 但它不会伤害你的发指挡 因为它里面有副离子 而且它其实真的超简单的 就像你平常早上起床束头发一样 就可以很轻松的拯救 就像稻草一样的发味 大概就是内腕的弧度 在发尾夹往内腕 这样就会有一个很简单的内腕弧度 留下一个地方 就这样简单的束过去 就很简单的 就可以让你的头发好像钢户丸一样 如果你太时间太赶的话 忘记关了 它其实有60分钟就自动断电的机制 它其实不会怕烫到手 它后面这个都有隔热 然后它怎么卷都不会打结 然后伤害到这个电气这样 再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一支家常的很厉害的电棒 它按上去之后 加热超级无敌快 它也是负离子的电棒 比较怕伤害自己的头发 它也是可以带出国的 它的电压就是可以 那个幅度就是可以符合国外的 加热完毕 超快的 首先呢 往下水 然后 内褶 挺住的 通常挺个三到五秒 这支电棒它是家常版的 所以其实 你不用把头发分得太细 可以一次分到还蛮多的头发 节省时间 因为这支电棒有负离子 所以 弄完之后 头发的光泽更 光泽度更高 好啦 很简单的内腕的造型 我自己的习惯是会 先把头发这样 绑一个低马尾 但是头发要先拉松 不要绑得太紧 这样 然后绑完之后呢 这个刚刚卷的内腕 就会让发尾 呈现一个很可爱的弯度 然后再稍微把 上面的头发抓松一点 再抓处理刘海的部分 我今天使用的是 28mm的点棒 就先抓前面这一处 根部 往下拉 然后刘海就会成天了 再来我要整理这个 须须的部分 这我自己的习惯是 在这里夹住 一样停留三秒 然后放开 就会有这个角度 这是我平常整理 刘海的方法 但这支点棒很厉害 它弄完之后 就是你不会觉得 头发有毛躁的感觉 就是里面有 里面的副椅子 包括了头发 然后这支点棒 其实还可以做很多 不一样的造型 也像是我 平常最常使用的用具 一支造型书 然后跟一支 椅子的点棒 都很好用 推荐给大家啦